最近大陸影台冒出一个自称是李连杰侄子的人 打着他的名号四处受访 没想李连杰自己跳出来 戳破了这个谎言 最近在北京上演的一部新片 男主角号称是由李连杰的侄子李乾明来饰演 他说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李连杰 但他想任李连杰当叔叔 叔叔不打算配合了 李连杰亲自在微博上辟谣 澄清没有这个侄子 还把这个冒名者教训了一顿